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那,我們打他的相機之後呢 就是我們可以做到下一個步驟 就是終於可以開始了 我會直接用兩個步驟 第一個是所謂的小口 第二個是所謂的大口 小口是在法文門叫做Attack 就是去了解他的攻擊性 那,所以就是先用一個小口 這個小口呢,就是我們對我們的舌頭在工作 所以其實我們馬上可以抓到他的酸度 所以酸度夠,他的攻擊性是非常的敏銳 那,跟我們很敏銳的意思呢 又是可以知道的是 他的是有很清楚的一個個性 那,這個是算一個優點 可是也是可以不喜歡這種個性 那,有的時候會覺得比較溫柔 就比較算至於是酸度低 等於是添度會比較高 所以等於是馬上抓到他的溫柔性 所以溫柔性的酒就是可以配有一些甜味、甜度 那,接下來呢,這個小口之後呢 馬上可以就是可以哈哈欣賞 這個是打大口了一點 去喝這個去品這個紅酒 先解釋一下 就是在我們大口喝的時候 就是等於我們是要哈哈漱口 像刷牙一樣的那個漱口的方式 漱口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是嘴巴裡的哪一個部位 就是要碰到這個酒 才會知道它的一切 那,另外一次,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也會建議可以打開一點點嘴巴 然後慢慢抓你的舌頭 就是把這個外面的空氣吸進來 還可以嘴那個香氣 這個打鼻子裡 因為這一次 就是我們在嘴巴裡 是能抓到最清楚的味覺 這是我們的鼻子 而不是我們的嘴巴 好,很久 然後會下去 或是吐出去 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有 可以感覺到兩個部分 是它的所謂的粗感 所以我們是在嘴巴裡 兩個漱口 我們漱口的時候 就是可以 我們可以感覺到 在什麼的牙齒上面 有沒有一條皮的感覺 或是在我們的臉頰 是不是會被吹乾 所謂的Astarons 就是這個淡凝度的影響 那這個時候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打開嘴巴之後 才可以感覺到 所以會跟我們的鼻子連結 所以我們剛剛問它的 所謂的果香的 就是這些 紅莓香,紅莓的香氣 還有一些香料的感覺 是不是在這個漱口當中 有沒有感覺到 那喝下去之後呢 就是也算是受我們所謂的 去尾韻的體驗 就是去了解在這個嘴巴的流向 到底會有多久 還有怎麼樣的香氣 它的那個所謂的 會乾 是不是有另外一個層次感 或是另外一個果香 或是另外一個香氣出來 所以其實 從那個Song Attack 這個第一個步驟 這個小扣的部分 第一個感覺 到那個第二個 在那個漱口的 這個過程中 還有在加那個這個 尾韻的部分 其實這個時候我們就 所以我相信 會對這個葡萄酒 不管是入門 或是進階的好朋友 但是對這個酒 都會有稍微 有一個很清楚的感覺 謝謝 謝謝 謝謝